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目的已经达成,留守一昌的那山鹰太郎十三师团遭到陈城的第六战区的伟大,日军阿南为己决定回撤,巩固后方,阿南一撤,薛热在后方来能耐走,追在后边打了一些便宜仗,恢复了战前姿态,勉强算是胜利的,可是薛热和老蒋都明白,此战役名胜实则失败,第九战区元气大伤, 硝烟一撤,老蒋立即飞抵南越,主持召开检讨本次会战得失,的第三次南越军事会议,检讨来检讨去,就检讨到五十八师师长廖灵奇头上,薛热将廖灵奇作为反面典型点名批评,指责廖灵奇居公自傲,抗应不足,为战逃跑, 长期被廖灵式的王耀武,当然不会为他说话,不添油加醋,落井下石,一切公事公办就算他厚,到了,廖灵奇对薛热的批评不服,又自持是老蒋军嫡系将领,修会期间禁止找校长去评离, 对于这个黄浦四期生在会战中表现,老蒋大为光火,而这个学生的行为,让他觉得自己颜面尽失,正在休息室满腔火气无处发现,廖灵奇不合时宜的闯了进来,并且一进休息室就开始喊冤,廖灵奇的到来,让老蒋更加生气,他铁青着脸鹤令的,混蛋,谁知撞在了枪口的廖灵奇,却上来了将进而, 自顾自的喋喋不休为自辩解了,并要求老蒋派他去陆大学习,老蒋一听,你还不想上前线,拍案而起,对廖灵奇呵斥之后,起身准备去会议室, 罗瑟脾气战红了脸的廖灵奇,仍旧跟在老蒋身后分辨,震怒的老蒋特令宪兵,将他扣押之后拂袖而去,一看廖灵奇被抓, 遇会的很多将领找到了靶子,纷纷临城分地借着声讨廖灵奇来表达抗战决心,出发之声一声比一声高, 老蒋不知道是受会场气氛所影响,还是想借一个人头来杀一警百,老蒋当场表态, 第五十八师师长廖灵奇临阵投脱,应即刻枪决,廖灵奇就这么死了,廖灵奇藐视长官, 为抗军令,擅自离队,确实有严重过错,但他没有给五十八师带来什么损失, 最不容诛,尤其是不该对他不经审问,就下令枪毙, 正如廖灵奇行前对宪兵十八团团长姚应龙说, 我自参加抗击日寇以来,效命将长,身上七次负伤, 才升任少将师长,其实犯了临阵逃脱的罪, 我是一个师长,也应经军法去会审,这样糊里糊涂执行不对, 倾听信几个人的不识之词,轻率得以处决,我是于心不甘的, 廖灵奇被枪决后,五十八师全是大华,四个团长三个提出辞职, 为廖灵奇鸣不平,为王要武,为出力,去保全廖灵奇而愤怒, 王伯雄,邓朱修,荷兰公开表态,廖挑的不干了, 蔡仁杰因钦佩张灵甫,没有辞职也有心不满, 别的中下级军官要走的也很多, 人事动荡时七十八师成了一盘散沙, 老蒋文迅也回过未来,一时道远杀了廖灵奇, 他下令将廖灵奇让抗击日后阵亡将官给予辅恤, 后葬在南越中列词,为稳定军心, 老蒋只是七十四军资格教老,教会做思想工作, 等于成万道五十八师出力全师事务, 之后宣布张灵甫会带领五十八师师长, 当年冬天,廖灵奇的墓地建成, 安葬之后,才正式发表张灵甫为五十八师师长, 自此五十八师在张灵甫的带领下, 部队又逐渐壮大起来,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中文字幕提供